好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呢 为什么你的练习总是没有效果 好基本上呢原因就是这三种 好第一种呢也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对身体的使用方式呢 有错误的认知 好这里的所谓的对跟错 并不是所谓的二元论哦 而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的运行的法则 也就是呢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身体的呼吸的原理呢 或者是我们知不知道力量力学上面的概念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拿场地上面 之前有提到的这个三点支撑 我们要一个就是往前的力道 一个是往身体这样的一个力道 也就是这些原理 它的运作的方式 你有没有正确的理解 那这个呢它就会跟你接下来练习的方向 会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练习呢 有一环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肌肉的记忆 也就是我们在练习上面 其实就是在练这个东西 OK所以如果你对身体的使用的 或是使用气息上面呢 你没有很完整的理解的时候 基本上你也会练错方向 那当然你的练习就不会有效果 好再来第二种是你的心没有静下来 好像很多学生的问题呢 他们是他们觉得 欸我已经有放慢速度啦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就是练不起来啊 我的手还是跑不动啊 或者是我怎么样 为什么谱都背不起来啊 而基本上这都是因为 你的心没有静下来 你太急了 像如果你觉得 欸你已经放慢速度 可是你又练不起来 那有没有可能 其实是你的手根本没有放松下来呢 或者是你没有放到够慢的速度呢 那你的谱没有背下来 背不起来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用心的去唱它 然后或者是分剧分段一个小节 一个小节 试着去跟它有连结呢 所以如果你的心没有静下来呢 基本上你的你的技巧 就会卡在某一个地方 你会遇到很大的瓶颈 那静下来的方式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专注在你的呼吸上 我每天不会给自己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坐在一个地方好好的坐好 然后关注在你的呼吸上 让你的注意力一直维持在呼吸上 有任何念头跑动的时候 都要提醒自己再回到呼吸上 那这一个练习就可以帮助你 去把你的心静下来 再来第三个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前面两个呢 你都做对了 可是还是没有效果 但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啦 我前面两者如果你有做对了 基本上效果就会出来 但是为什么后来停滞了呢 就会是第三种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没有持续 好我们要知道就是刚才前面讲到 我们有这个地球运行的法则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你要持续东西才会显化出来 就像你一个种子种下去 你不能一直把它挖出来 你必须要等到它发芽 那这个过程当中正确的阳光啊 正确的浇水就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两者 前面两者 那第三个呢就是你要给它时间 给你自己时间 彻底的实际上的去实作 就是我们要行动 接下来的成果才会显现出来 以上就是三个 为什么你的练习没有效果的原因 你找到了吗